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这些教授们在申报这些账务的时候的一些困扰 你赞不赞成 我赞成 我会想一想怎么样去 因为大学自主 我要促成这个事情可能得想一些办法 对 很多外国的著名的大学 每一个系都有一个专门的secretary 在处理这些账务问题 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这些教授本身 要找他的助理去处理研究的经费的申报 你助理应该严格的说起来是做一些 其他跟研究主题有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所以这个是请这个主委能够在这方面来思考一下 第二个就是我们也知道就刚刚大家都很关心 就是大家对于核四的安全 这个问题大家都放在这个就是箭在悬上的公投 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安全问题 那么请问国科会在这个部分 有关核四的安全 这个部分有没有做过做什么样的一些努力 跟委员报告 能源国家计划在核能这边有两块 大概是比较有关的 一个是核电厂本身营运的安全 那个有一点技术集结 如果要再深入可能要请那个副主委 还有一个就是核废料的处理的安全 那这是能源国家计划 国科会在这个部分有三个面向可以协助 一个是我们对于地质 我们对于海啸 我们对于结构是有一些专业的 所以我们在委员会视察地震中心之后 一个礼拜我们已经正式去闻经济部 他如果对于哪一个核电厂 需要我们在地质海啸结构方面的协助 我们会我们列出所有我们资料库里头的专家 愿意去配合一起去探勘 这是我们能够做的各种努力 您现在才去闻了 这个不是核电厂的安全的问题已经是建在悬上了 就是说在进行公投了 政府也 金建会主委啊 承诺三个月之内就有安全报告了 那现在才开始做吗 也不是 比如说海啸 他其中一个探勘就是 台湾附近有没有古海啸 这个是全台湾从来没有人做过的 就算现在开始做 三个月也绝对不可能会有结果 所以我们池总比不做好 我们一得到任何讯息能够做 我立刻就去做 那有些问题是可以立即处理的 譬如说 这个核电厂本身是不是处于断层上面 或者是离弹断层有多远 这些是应该有应该 过去应该有既有的资料 那个核 比如说核四 他在建厂之前 他就有做地池的探勘 那那个资料是在台电 那我们可以提供专业 只要那个资料给我们去评估 我们一定会做评估 但是我手边没有这个资料 所以这个就是我 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我认为政府是一体的 是 政府是一体的 如果共同面对一个问题 国家会怎么样做 所有的这些 不管是资料库也好 人才库也好的一个整合 来立刻进入 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检视的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上面 你应该是应该是 你应该是在事情 开始做这件事情的 一个掀起作业 就应该发动了 但是现在看起来 似乎这个部会之间的协调 还是有困难 所以我建议啊 我不是有困难 就是说这个提出来以后 还在这边等别 等对方的回应 这个对于政府的一体性来讲 我是非常的表示 是 我回去我立刻请副作为 再立刻给经济部那边 和台电那边打个电话 他们能够快我们尽量快 应该 我以为可以主动的 就提出来了 不过没有关系 但是行政院有一个 专门处理核电安全的工作小组吗 可能是在副院长办公室 他现在有一个小组 但是国客会在里面吗 有吗 国客会 没有 好像没有 所以这个政府 真的是失灵了 政府失灵才会导致 现在大家民怨四起 好那么 我谈到了这个问题 其实核电的问题 其实刚才你也提到 跟能源有关系 你和国客会 有没有一个 长期的计划 五年或十年的计划 或者是一个愿景 这个愿景呢 就是到底 我们的国家的科学研究的资源 应该重点放在什么地方 那就是刚才 陈委员咨询的时候 提到的能源国家性计划 是有这么样一个计划的 那今年第一期结束 明年1月1号开始 第二期 他有没有讨论到 不管是供给 能源的供给面 包括他怎么样 转换能源 这些技术 以及能源的需求面 包括我们该如何 去做节约能源的工作 当然有些节约能源 本身是 是一个讲说 行政的命令来处理 或者是法律的命令 法律来处理 但是有些部分 是可以透过研究 来做好基础的工作的 那么国客会在 能源的节约上面 有没有做任何的努力 有 能源国家性计划 其实它有 它有四个块了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两个块 一个就是节能减碳 他希望2025 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另外一个就是能源技术 可是我要跟委员报告 那个能源技术 它是一个全世界的研究 它不是台湾片面 能够做的 有一些东西 我们有优势 比如说甲碗兵 这个部分的研究 我们可能有相当的优势 但有一些东西 像碳捕捉 这个是全世界 我们实在不见得 有那样的优势 那这些东西 大概在三五年之内 都还不成熟 都绝对还不到 正式商业取代 现在的燃煤 或者等等 甲碗兵的探测 才刚刚开始 所以要一点时间的 能源的开发计划 我没有意见 或者是转换计划 没有意见 但是我刚刚提醒您的就是 这是供给面的问题 我希望在需求上面 需求面的节约方面 也能够做一些 探捕捉以外的 其他的工作 好不好 有 有做的 我现在开始请问一下 请看下一页 好不好 这个是 这个资料 我不用 只是个告诉你说 全世界 亚洲地区 我们的所谓的同步辐射研究中心 是 我们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在 正在进行新的一个同步 一个 是 同步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东西 这个叫做 那个机器叫什么 光子源 台湾光子源 对 有没有正在进行 是有的 是有是不是 这是第几代的一个加速器 委员 我们可不可以请同步辐射中心的 请说明 张主任 有请张主任 目前是第三代 那原来有一个旧的 也是第三代 那为什么 这两个第三代之间 有什么差异吗 目前的第三代 是30亿电子伏的 是比前一个 高两倍的这个能量 高两倍的能量 它的特性也非常好 那 当然了 那现在全世界 有没有新的 Generation的加速器 是有新的Generation 就是所谓的自由电子镭射 但是那个造价非常的高 因为我们国家正在 建这个台湾光子源 所以它没有这个 多余的经费来支持 那个自由电子镭射的新建 亚洲 亚洲日本有一个 在那个日本 它是有一个自由电子镭射 所以我们就做两个 同一个Generation的 反应加速器了 对但是虽然是同一个Generation 但是它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三个 30个 30亿电子伏的 这个加速镜 是目前的趋势 很多国家都在新建 这样的一个 同步伏射加速器 好请问主委 我们1993年开始 十年前就已经有第三代 现在快要完成的 也是第三代 虽然它的功能功率方面 有所改变 但是韩国已经在进行 第四代 你刚刚讲过 日本也有第四代 那请问你 以后我们 这个事情已经 已经在快要快要 已经完成了 我也没有话讲了 但是政府在做规划的时候 可不可以稍微有一点前瞻性 而不是有一点 而不是 而不是一种变异性 或者是一种将就性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 这个技术 我不是那么 我也不熟 我也不熟 对 但是我的了解 我去过同步伏射中心 他们 他们这个新的台湾光子源 所能够提供的 比如说蛋白质解析度 是远比那个台湾光源要好的 所以虽然同样叫做第三代 可能在技术规格上 那第二个就是要跟委员报告 这个同步伏射中心 我们的那个董事会 是黄金阵容的 我们全台湾 大概没有一个董事会 有两个诺贝尔奖的 丁兆忠汉李远哲 都在这个committee 我相信他们是 足够专业去给我们建议的 他们有考虑到 我们国家的资源有限吗 当然有 当然有 所以我们就做第三代 那第四代 如果第四代出来以后 我们怎么办 尤其韩国也在做了 我还是要请专家 这个第四代的这个加速器 就是要看我们国家的这个资源有多少 是不是现在是 有这个资源可以投进去 这个问题就刚刚提到 好像TFTLCD一样 当它的资源要大量投入的时候 总有一天 我们要面对一个选择的问题 结果我们一停滞下来 整个的TFTLCD的产业就刮掉了 我们的新的generation的工厂 没有建立起来 整个的竞争力就失去了 所以这个 这个有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不重要的话 我们有什么样的策略 来弥补这个问题 在策略上的基本上 我们在技术层面 我们是跟随着国际的这个趋势 我们也做一些 跟自由电子雷射有关的一些研究 所以这个也在做 但是因为经费没有 是比较小幅度的经费的这个使用 所以希望在未来 如果说我们的经费 国家的经费许可的话 我们是可以马上投入 这是没有问题 那我们要再盖第三座了 是吗 这是第四代的这个加速器 我们要盖第三座了是不是 等我们盖完的时候 是不是又有第五代出来了 对这个加速器 它是一直在进步 对那怎么办 所以就是要拿捏 我们在政策面 应该要有一个决定 所以我必须说啦 前瞻性很重要 我们时间不够 但是前瞻性本身 如果看到这个未来的时候 不管是丁肇宗也好 我都不认为他们的话是值得 值得做百分之百的相信的 我们必须要定出一个政策来 所以很可惜啊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 浪费了一些资源 未来会不会有资源 我看看立法院在五年之内 大概不容易了 以上 我再跟委员做一个书面的报告 我去了解一下 是 谢谢李同豪委员 谢谢朱主委 谢谢张主任 下一位我们请